兩位歡迎收看大家平安 很高興又一次有機會 和大家一起來看上帝位 葛林德教會 它所在的這個葛林德聲 在當時用力有25萬的金口 是當時金格勒馬帝國裡面 第四大的這個聲 有一個生活相當的進步 但是當地的生活 卻是非常敗壞 我們可以想像 葛林德教會 在這種環境裡面 一定也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對金格勒馬帝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教會進度 他們日常的生活 存在的兩種不一樣的看法 一種的人認為 反思都很多 認為虐待的行為 不會影響到人生 所以他們的辯罪是豐盛驚慾 另外這次的大電腦病 他們認為應該要絕對 去禁止慾慾慾望 甚至主張不應該結婚 然後他在金格勤書 第六週的後半段 在處理那種 方向盡力的問題 第七週的真半段 就是處理 人為基督度 應該要嚴格 來禁止慾望的問題 但是他在大陣子 很肯定婚姻的行為 是完全正常和合法的 南路在婚姻中的結合 是最開心或最幸福的 但是他在其他地方 甚至用婚姻的關係 來譬如基督和教會的關係 可見他自己雖然是獨身在避風 總是他非常重視 婚姻的關係 他如果真特別來提醒 已經在婚姻裡面 這些的進度 不應該來保定婚姻的生活 婚姻上風應該用合議的方式 逼處三對待 保留他特別有說到 當南路上風逼處威姻 在對風 來這麼多婚姻了後 也就是已經將自己 交給對風 兩人結合這麼多一體 做什麼樣的決定 都必須要考慮到對風的循環 不可以完全堅持自己的主張 更認得禁書第七章的第三節 這樣說 中夫對富人人 就這麼所含意的寬太一 富人人對中夫也對安依 雖然是很簡單 很低的一句話 總是有很重要的提醒 有這個相風 如果是可以 時時站在對風的立場 來思考 這樣一定可以建立 一個受祝福的婚姻的生活 也有這種婚姻 只要做一個美好的婚姻